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滚烫的爱 你看过下幕有人账吗 不论是动漫还是电影 日本总会给人带来一种淡淡的治愈感 它虽然俗套但足以温暖人心 2016年日本的一部滚烫的爱 让多少人流下了滚烫的泪水 又带给我们几分的治愈呢 我想母亲大概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生物了 女主人公双叶是一个单亲妈妈 她不仅没有母亲 连老公一号也在一年前失踪了 双叶为了生机 关了家里来的洗浴池 带着女儿安诚生活 女儿安诚饱受校园暴力的侵害 衣服失踪 破坏用品的行为可谓是标配 生活自然不能平淡的过着 双叶很快的查出自己得了癌症 他让侦探帮忙找回丈夫一号 侦探很快的找到了一号 不出所料的一号果然出轨了 还有了个孩子 但孩子的妈妈却跑了 双叶给一号带来了一个黯然销魂掌后 一家四口换快的吃了顿火锅 着实是相当的和谐 人多了 事也变多了 一边安诚的校服被人藏了起来 他只能穿着运动服上课 却被老师和同学嘲笑 另一边丈夫带来的便宜女儿 离家出走 想要找寻亲妈 双叶轻而易举的解决了问题 他采用强迫加温柔公式 将安诚送去了学校 又通过一顿火锅留住了小女孩的心 双叶带着安诚和小女孩 去吃大闸蟹 却道出了真相 原来安诚并不是双叶的新生女儿 她是一号前妻的孩子 亲妈是个聋哑人 所以离开了她 而眼前这个女人就是安诚的亲妈 两个人比手语的场面 让人泪流满面 双叶最后去世了 毕竟天命不可为 而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燃烧了自己的身体 让一家人洗了一个滚烫的热水澡 虽然最后的这个梗 有点细思极恐 但是也体现了日本人的那种 脑洞极大的另类母爱 电影的整体风格偏俗套 但又相当的贴近现实 饭桌 大闸蟹 火锅等不仅极具生活气息 更是不可多得的小细节 为整部影片奠定了基础 罗曼罗兰曾说过 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 它给予我们的便是最滚烫的爱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